大家好,我是上周的慧群 懂商业看商周 这个礼拜我们想跟你聊聊 台湾人最爱吃的buffet 这几年很多中小企业的尾牙春酒 都直接改去吃buffet了 不少家庭甚至过年也不准备年菜了 直接去吃自助餐 大家应该有发现哦 这阵子台湾多了很多新的高价buffet品牌 例如近期最轰动的就是 加了服务费之后一个人破4000元的想Ajoy 台湾汉兰饭店的岛屿 还有星夜集团的Nagomi等等的 到底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吃buffet呢? buffet真的这么好赚吗? 今天的影片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看 buffet为什么在台湾这么受欢迎呢? 原来它不只可以满足味蕾 还是少数可以满足多重感官的用餐形态 第二个 buffet其实被业界称为 最难经营的餐厅形态之一 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来看懂 经验曲线的重要性了 第三 我们要来看看buffet市场上面的两大巨头 奖兵跟汉莱美食 他们为什么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呢? 这几年 从饭店到餐饮集团的buffet 价格一直突破天花板 除了前面提到破4000块的之外呢 现在不少的餐厅 假日晚餐时段 加上服务费之后 其实价格也已经突破2000块了 可是大家还是很常买单 常常一味难求 台湾人到底为什么这么爱buffet呢? 看来美食的副总经理吴若宁 他就跟我们分析 buffet之所以吸引人 除了小狗短话的既定印象之外 其实还有两个因素 第一是可以满足不同的年龄层 降低选择障碍 buffet的菜色呢 通常是汇集各式各样的料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 找到自己想吃的菜色 不用担心聚餐的时候 要顾虑东 顾虑西 第二 buffet满足的其实不只是味蕾而已 还有视觉 你走进buffet餐厅的时候 会不会先逛一圈 想说我等一下要先吃什么 或者是边逛边想 我要留点肚子 等一下要去吃那个呢? 其实buffet就是一种 能满足多重感官的餐厅形态 光是巡视餐厅的这个仪式 就会让人真的在吃下去之前 先满足视觉享受 又能增加很多想象的空间 这是其他形态的餐厅 非常难塑造的体验 吃到饱餐厅在台湾发展了这么久 台湾人吃到饱的消费习性 其实也不一样了 以前吃到饱对消费者的意义就是 吃回本 可是消费者是会升级的 现代的人吃buffet 更重视好吃 也在乎用餐环境 甚至也要求健康顶负担 所以你可以发现 现在的buffet不只是荤食 竟然也有果然会这种蔬食餐厅 而且buffet的菜色服务 也在不断的升级 以前的buffet就是要把菜做好 放在餐台上面任你取用 可是现在现点现做 现点现签的菜色越来越多 螃蟹、和牛 这种高级的食材也越来越常见 不断的去养大消费者的胃口 可是问题就来啦 如果台湾人这么爱buffet的话 那为什么没有像酸菜鱼那样 越开越多间 大家争相模仿呢 为什么在这块市场当中 能做起来的buffet餐厅 其实也就那几家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buffet其实是一个 进入障碍非常高的餐厅形态 策略大师Michael Porter 他曾经提出在画面当中 这六个产业进入的主要障碍 你仔细看看喔 在buffet的市场当中 这六个障碍几乎都有耶 有餐饮业者曾经告诉商周 一般的餐厅毛利率大概是五成 可是buffet的毛利率呢 通常只有四成左右 但是开一家buffet 你的资本一定要很雄厚 buffet呢因为食物的量很大 必须在中央厨房做前置作业 但是盖一座中央厨房 其实要花非常多钱 2012年 响兵在桃园青浦盖的中央厨房 当时就花了2.6亿元 2.6亿是什么概念呢 有些上市贵的餐饮集团喔 他一整年的税后净利 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 还有buffet至少需要 300平的这个营业空间 全台湾面积最大的 汉来海港高雄巨蛋店 平数呢更是超过860平 接近标准足球场的一半大 营业空间大呢 他需要付出的租金成本 维护成本相对来说 当然就比较高啦 有足够的营业空间 当然还要得有人力啦 他可以容纳300个顾客的buffet餐厅 他需要编制的员工人数 大概是80名 人力的需求呢 大概就是类似规模餐厅的两倍 那大家也知道啦 这个年代最贵跟最缺的是什么呢 就是土地跟人力 因此你要开一家buffet 其实真的不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放野市场喔 只有响兵、汉来、新业 这些少数的业者 可以将buffet连锁化 而且你就算有钱 也不代表就可以做好这门生意 因为这个行业 非常考验你的经验曲线 什么是经验曲线呢 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的成本 会随着生产越多的商品 而持续的下降 举个例子喔 你刚开了一家鸡排店 每个小时呢 只能炸10片的鸡排 其中有3片因为炸太久而报废 又因为没有门路 总是买到又贵 品质又差的这个鸡肉 可是一年后 你不仅每小时可以炸20片鸡排 良率还是百分之百 浪费减少 成本自然降低 然后你也找到门路了 买到CP值超高的鸡肉 整体的成本又更低 那经验曲线这件事情 开buffet的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餐期一结束 结果餐台上面剩下一大堆的菜 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剩菜 可是老板只会看到丢进水里面的钱 剩菜越多代表浪费也越多 成本也越高 蒋冰集团的这个总经理喔 陈一航他曾经跟商周说 当餐厅的规模越来越大 采购的食材的成本呢 当然会降低 可是如果浪费也同步提高的话 你整体的成本可能不减反增 所以他就强调喔 要进buffet餐厅 要抵挡对手的竞争 最大的护城河 其实就是要发挥 经验曲线的成效 比如说 某道菜在台北很受欢迎 可是在高雄就会剩下很多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南部的消费者 不喜欢这道菜 也有可能是因为 菜色本身没问题 只要提升一点点的甜度 南部的消费者就会买单 你看 要发现这些问题 还要有效的去解决它 其实都需要经验来累积 你要不断的去尝试 才可以找出 每家分店最适合的菜色组合 把无味的浪费降到最低 说到浪费 对趋势敏感的观众 可能马上就想到了 把费这个行业 其实还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就是ESG 不必要的浪费 过多的食物浪费 对整个地球环境来说 都是成本跟伤害 当全世界都在减少浪费的时候 把费很可能就像化石燃料 燃油车一样 是下一个需要改革的产业 你看 把费是不是真的很难做呢 所以抢进市场的人 就没有我们之前 讲过的酸菜鱼这么多 那最后我们就要来谈谈啦 台湾Buffet市场的两大领先者 响兵跟汉莱美食 他们近年的发展策略呢 出现了怎么样的差异 说到台湾Buffet市场的龙头 目前是响兵集团 他们除了响Ajoy 还有响食天堂 响响续集果然会 等不同价位 不同风格的自助餐品牌 旗下就有8个品牌 自助餐就占了5个 加总起来 有高达25家自助餐厅 那响兵他的策略是什么呢 他们主要是深化自助餐的核心优势 透过不同的菜色风格 价位带来切分出不同的品牌 比如说在响食天堂的基础上 推出客单价更高的品牌 想想 然后在想想的基础上 再推出想Ajoy 透过品牌的升级 拉高客单价 避免成本的上扬 去压缩到自助餐 原本就非常微薄的利润 可是他的竞争对手 汉莱美食 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 你有发现吗 这几年 除了配合台北汉莱饭店开幕 而有岛屿这个自助餐以外 汉莱海港 其实有好几年没有开清店了吗 其实汉莱美食旗下的汉莱海港城 原本也是巴菲业的另外一个龙头 它原本就是高雄汉莱饭店的自助餐厅 后来走出去广外展店的 2015年 它在台北的第一家门市 敦化店开幕了 曾经创下 整整一整年客满的记录 也带动那一年 汉莱美食的营收大幅成长了三成 可是隔年 天母店成立之后 它突然停止了展店的脚步 你想想明明生意超级好的 为什么它要慢下脚步呢 把巴菲的龙头宝座让给了响兵呢 因为他们内部其实评估过 自助餐的营收看似很可观 可是利润实在是太低了 是不折不扣的苦力活 如果继续生根 很容易碰到瓶颈的 那这个其实也反映在毛利率上 前面讲到汉莱美食 2015年的营收 居然大增了三成 可是你知道吗 它的毛利率其实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再加上巴菲餐厅 需要的空间其实非常的大 展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不容易 而且汉莱美食 当时有上市柜的计划 如果毛利率偏低的话 其实会对股价不利 所以它就在各种评估之下 他们就决定踩刹车 2017年起 它陆续成立了6个非buffet的新品牌 包括上海汤包 上菜66等 以及积极开设宴会厅 朝多品牌多价位带的路线 展开了转型 那汉莱是要怎么打这场仗呢 策略就是杠杆自身的核心优势 上面提到的品牌 几乎都是从高雄汉莱饭店里面的餐厅 延伸出去的 比如说 饭店内的中餐厅 翠圆 烤鸭它的销售就非常好 他们就专门成立的 这个烤鸭专卖店上菜 然后在上菜的基础上 再开设客单价2000元以上的东方楼 以及客单价550元 快三性值的66酸菜鱼 这些品牌 看似层层裂变 可是呢 它最核心的优势 都是他们原本就有的这个中菜厨艺 也就是说 透过杠杆自身的优势 减少成立新品牌 在学习摸索阶段 都要付出去的成本 如今 疫情过后 也看出来他们的转型成效了 2023年的前三季 汉莱美食的毛利绿偶为45% 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 你喜欢吃Buffet吗 Buffet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 当现在一颗Buffet 价格上看2000块 甚至4000块的时候 你还会继续买单吗 还是会觉得 我不如拿这个钱 去吃一顿好的单点料理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我自己是这样啦 偶尔嘴馋会想去吃Buffet 可是真的去吃有一下就饱了 觉得真的很浪费钱 你也有这个困扰吗 最后请参考资讯栏里面的连结 有商周更详尽的报道 也请在右下角按赞 还没订阅的呢 请赶快记得订阅 然后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是我们 阐述好内容最大的动力哦 我是商周的慧群 懂商业看商周 我们下集见啦 拜拜